好 新闻头条 我们先来看到前桃园市长 海基会的董事长郑文灿 他卷入了贪污收贿案 遭桃园地检署生压 那法院在6号裁定500万人交保 郑文灿在隔天7号传讯息给有人回应 强调从政以来公儿妄私 不贪不娶 那么对此府院都表示尊重 但是蓝白也都质疑了郑文灿的请辞 只是民进党想要止血断尾求生 我们镜头要转到日本 来看到东京都在7号是举行了 知识选举的投开票 那根据日本NHK出口民调的结果 现任知识小吃百合子 他已领先超过20%的显著优势 胜出确定三联霸 原本看好的台义前参议员联访意外呢 是屈居第三 前广岛县安逸高田市长石丸生二 则是以黑马之姿 窜身到了第二 好 虽然欧美对陆制的电动车加征的关税 但是还是难以阻挡中国车气加速出海 在深耕东协市场 强占南美市场之余 非洲这一个新兴的市场 正成为众多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新的热望所在 包含了比亚迪 吉利汽车 东风汽车 长城汽车等等 中国电动车领先的品牌 争先恐后进入了摩洛哥 南非 卢安达等非洲国家 抢先布局 那与此同时 在坑雅首都奈洛比等地 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 组装装配线也在加速引入